美国职棒大联盟MLB洛杉矶天使对日本球星大谷相评,比一般人更重视睡眠,但昨天特别熬夜观看大联盟海外开幕赛,没想到却错过水手对球星林木伊朗接受全场欢呼的精彩片段。 大联盟海外开幕赛,继2000、2004、2008、2012年后,昨天是第五渡仪师日本举行,由西亚图水手队与奥克兰加队交手林木伊朗市追逐焦点,东京巨弹涌入超过4万5千名观众。 今天的开幕第二站地点同样是东京巨弹,预定于日本时间晚间6时35分,台湾时间晚间5时35分,开打。 日本媒体SpanikiNX报道,昨天大联盟开幕赛开打时间大约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凌晨2时30分过后,大谷说,因为这场开幕赛场景不是平常可以看得到的,所以就想观看转播。 昨天比赛到了四局下攻守交换时,伊朗先走上右外野守备位置,水手队教练走上场示意更换右外野守,伊朗走向休息室,依依与队友拥抱,对手加队球员也都站在休息区鼓掌,全场球迷也都起力拍手,场面相当动人。 报道指出,即使是在大联盟,也只有超级球星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,不过,没想到特别熬夜的大谷竟然错过这个重要时刻。 大谷说,我想说伊朗已经结束四局的打席,所以就跑去刷牙了。 至于今天晚上的开幕第二战,水手队先发主投局池雄心是大谷在花卷东高等学校的学长,谈到是否会在熬夜看比赛,大谷说,他会边睡边为学长加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